大家好,我是梦想总术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几个赚美金的APP 都是完完全全免费的 无论是安卓手机还是苹果手机都可以使用 收款方式也有很多种 全球都可以用,就是无需任何经验 完完全全的适合新手 大家今天一定要仔细看这个视频 就是尽量不要快进 我会分享好几个这种APP 好的,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干货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APP 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我这里使用网页版给大家介绍 因为那个APP它的视频太小了 就是说没有网页版来看得清楚 具体这个APP就是说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都是可以做的 大家可以看这里 就是说每完成一个问卷调查都能够得到一美金的收入 并且这个收入是即使到账的是Instantly rewarded 而且它这个问卷调查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时间来 它这个会根据你填写的兴趣爱好来设定你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就选择一些兴趣爱好的领域 比如说你喜欢篮球的话 他们都会给予你一些篮球相关的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也是特别简单的 这里还有一个视频 就是它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们可以自己点来看一下 我这里就先把它关闭掉 并且这个网站它在这个TrustPolit的评分 也是有四星版就是说比较值得信任的 它这个下方的收款方式也是很多 有那个亚马逊礼品卡 还有这个PayPal收款 比特币收款 这些都是支持的 那现在就是我们来注册一下 我这里就使用谷歌注册 当然你使用Facebook Twitter的注册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点击登录之后 它这里会问你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大概要花费8分钟来完成 但是它这个调查是匿名的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一些隐私信息泄漏这些问题 然后这里我们这个点击开始 就可以开始完成这个调查了 如果你有手机iPad电脑设备的话 设备多的话就可以 就是说多注册几个账号来做 这样最大化提高收益 比如说你用那个Facebook登录一个账号 用那个谷歌登录一个账号 再用邮箱注册一个账号登录的话 这样都是可以的 因为一个APP就是没办法 让你赚美元最大化 所以我马上给大家分享第二个APP 那第二个APP就是叫这个YOUGO 这个APP也是全球都是可以用的 就是说我们拉到最下面这个地方点开 就是说可以也可以选择成中国看一下 可以选择成中文这里 在这个APP上你完成这个问卷调查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到点数 点数就是可以兑换成 礼品卡现金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也是即刻收款就是马上收款的 你看他这里写的就是分享你的观点 来赚毛利 他这个就是说也是即可收款赚美元 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并且也是安卓和苹果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那现在我就接着介绍第三个APP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APP 它的名字叫Bodybreak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通过Rednews来赚取美金 就是通过阅读新闻来赚取美金 他这个APP就是暂时只有安卓版的 苹果版暂时还在开发阶段 在开发当中 就怎么说呢 你花越多的时间来看那个新闻呢 你就可以赚更多的美金 这个呢他也是可以看中文的 就是说不会说你看不懂英文 就是说比较无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你当打开之后啊 点击这个谷歌商店打开之后啊 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首先你要安装的话 必须要连满17 他这里写的是17就是以上 他的一个界面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界面 就是跟我们国内的一些看新闻的APP也是差不多 也是比如说一些国际上的时事啊这些东西 也是看他这个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下载人数啊 也是有52万多人 这个也证明了这个APP也是比较靠谱 比较可靠的 因为毕竟有好几十万人已经下载在使用了 他这个APP呢也是支持PayPal体现的 就是支持PayPal收款的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他这个APP的更新日期啊 是今年的一月份就是更新了 大小的话49兆 安装次数的话有有这么多很多 他这个上方的评价啊 也是有四星多一点 四星多评价的话还是不错的 那最后呢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第四个APP 第四个APP叫 AlmBly 就是这么一个APP 叫这个AlmABBly 那我们看一下他这里呢 就是写的赚取美元的方式呢 就是说这个 看视频 还有这个问卷调查 这个完成任务 都是非常简单的来获取收益 支付金额呢也是比较多 而且他的支持的收款方式呢也是有PayPal收款 Facebook礼品卡 这个亚马逊的礼品卡 还有其他一些各种礼品卡 而且他这个收款呢也是即时到账的 就是说不用我们等到一天两天的 像这种看视频赚钱的话就是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把视频打开 然后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让他自己 播放完成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做其他事情 也是比较自动 躺赚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看到最下面这里呢 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分享你的这个APP给你的朋友的话 你还可以得到就是额外10% 就是奖励就是他们赚的美金的10% 都会永久给你的 这下面的话 都就是一些就是用户的 一些体验 一些介绍 都是不错的 然后呢 我们最下面呢 就是一个注册了 那么呢 我们首先呢 就先点击一下注册 然后才能开始我们赚美金的第一步 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呢 已经差不多了 今天呢 一共给大家分享的 4个不同的赚美金的APP 一个月赚3000美金的话 都是很轻松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和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跟我留言 好的 谢谢大家